继续回到第五场赛事 四班一千的短途 状态fit的马甲都有七匹 买了三只大帽子的状态 配备变动就四 重戴眼罩除了扎离 另外八 我想想一下姚本辉 也有很多这些配备变动 另外八是初出 初戴交叉鼻枯 也都初戴防斜跑厚无铁 再数内九也是初出 初用环形厚无铁 十也是初出 初戴眼罩 初用环形厚无铁 八卦就没有神速 跑得密就 先看这只二傲的状怨及底 都说明了 它是一只眉眼 这么年轻 可以很好 有时可以不好 过分热门就自己小心 这只就也都在 重发回来的魅力星光 它都是一向难操控的 以前见它 不是整天都要跑直路 后来学一学 就来地又可以 菊草也都可以 开心好友 好 埋便那只金装领 都看了它 金装领就扎了你 那只一定是这样的了 开心好友这一货 已经是只戴眼罩了 扎来都脱了 有这些新鲜感 再拍了几货 这只开心好友这次 至于这只海豚星就卖变 近镜那只好友信 就是跑第一场 它跳下就没事 但你看到它上次的形势 一旦不同了 没有一条蓝 马又有点走样 华丽活力 我觉得走规方面 是稍为好一点的 不过你再看下去 身体 它现在重了23磅 不过我觉得 线条感 它收得不够 又看看另外一些初出的马 叫做天竹猫 跟前第二 后面大约第六位 就是紫帽 那只也是很有信 看看这只天竹猫 你看到它试衬 都好像挺好速度 放在前面走 其实马就有点抢口 尤其是你看到它单跳 拍跳的时候 它不是留得很漂亮 所以这些质身马 放在前面走 你觉得好像试衬很好 我觉得不是很足够 很有信就轻松 接着第四 苗荔得初出 当然可以缰口 做得再收敛一点 会更加好 但是如果这样看外形 它不像一只1044磅 好像这么撩身的马 另一只叫做喜迎于心 彩衣都是相当之久 以前一直都是放在文家梁那边 试了四个大集的喜迎于心 我觉得它其实转弯 比起之前好了一点 我留意到它较早前比较远一点 试了一个跑满地阶 即是晚上不是很懂得转弯 后来到这个泥地阶 感觉上就顺一点了 也试过一些交叉臂固 试过一些面固 我觉得这只马就初起阶段 是的 其实它每样配件 逐件地慢慢再添置下去 由开始不用这些交叉臂固 再到试园站或者什么都要加一些交叉臂固 好了 到最后这一货就单挑 再对上一货其实带了面固 走去追那只电子兄弟 那另一只就无敌精英 现在就在第三位左右 后面就转两转 放头就是蒜头本息的 这只无敌精英 说真的我们见面相当少 因为它来到香港没多久 因为苏波罗已经传了它回重化 直至近期才试完杂 跑了就回来 总共试了四个大杂 但四个大杂试起来都不是那么特别 这里还有少少耐闪 转两转都不多了 前面那只蒜头本息就按住了 结果是第二的 那些马都不是很喜欢 有只马在它外面一路那么贴 骑的那个又不想它这样 又要强硬都要捉它出去 那这只马是苏利云回来的 两个杂来香港 我想这只应该挺好的 这只东方飞影 四岁的马来的 刚才看的那几只是三岁的 这一刻特意给之前戴眼罩的杂 大家看的 是的 十一月中 因为它这次跑都用眼罩 所以也值得选择这个戴眼罩给大家看 首先起步不算很快 但是跟着那些马去到末段逐步移出 而且你看看它在前中段 只要加眼罩 而且没有眼罩之下 它也算走得挺顺 结果涉银试了很多次 它就停赛了 结果梁家俊跑 说完了吗 等你说吧 我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它进度也算多理想 其实在外地也已经有两个杂 还有两个杂 第一个是2020年 3月17号时 第二个是2021年 隔了一年 然后再整大杂 即是它四岁来香港 即是在香港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这些路程专家 连力复杖 他也是要偷偷埋埋跟你跑一局 这货昨天招跳也算挺轻身的 过步都爽 因为他之前试过 麦跑莫雷拉那次就不行了 很久以前我都和你研究过 好像玻璃脚 是的 富泉英雄 其实它有这么粗身 短僵承踏下去 我觉得它很好看的 跑不跑得翻 或者沙田直路一千是怎样 我真的计不了 这一只就美丽欢呼 继续都是非常之失望 跑一下跑一下 就来下五班了 这些 上次是不好计 因为上次是阻挤得很厉害 不过之前都没有藉口 真的我都不 我还是这么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这样 富泉大师 这些马马开始好一点 这些步没有之前那么紧 是开始游翻身一点 但是四班直路一千都恶搞 至于这一只就是后备马 曼尼菲治 它也曾经在直路试过近 不过我想本身的质素能力 就不是那么高 今年这只马比较顺了 胜意龙 胜意龙就比较快 现在来得 战斗英雄 我也不会因为名刺而少看这只马 这些马要跑抹 也很欺人跑 我觉得它很容易脱口 它一脱口就可以骑也没有 它是可以突如其来的 那来到第五场 四班一千米的 这一组就相当之参差了 刚才看那个状态指数表 很多马都其实不及水准 那我想你看看路程专家 已经不多了 赢过的 譬如没有神速的八卦 那握着这些榜 排完的一档 已经不是很大优势了 其次了 入高位的 魅力升光 那这些就稳定一点 相对我想它四重彩 位置Q 可以想这些马 其次你一路数下去 海豚升 就是跑形势的马 甚至开心好友 不过你看这些开心好友 近这两次我觉得发费 影真麻麻 尤其是没有了眼罩 近这两次抢都不抢 那所以 放不到前面就结果不行 那这次转 很多新鲜感 翻重化 加配備 换人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 就存在少少不明的因素 那质身那堆 我想10号 都是一些刑格很突出的马 看到时的赔率 对不对 大家去拼了 这样给你说 还怎么拼 到时才再想 那就是说真的 这个实话就是 东方飞影 我们之前都已经觉得 都做得挺好 那些马 外地市集已经 我记得它 我查询过是 不是这只 无敌精英是试骄沙的 无敌精英都两个集的了 那但是东方飞影两个集 都是试得好的 这只已经戴过眼罩 第一个外地集 已经戴眼罩了 所以其实挺有准备 不过你反问自己 我再想 不如状元及底 是一只都应该三岁 未淹 试过放到很快 回来不断 它应该是一只 挺有潜力的马 但是这样 我们唯一看到这只马 它是未淹 它是自己走 就好地地 我不知道 缩程 它是不是真的会 快得这么紧 可以放在前面走 你知道 有时这么年轻的马 可能群驱 或者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突然之间 说没有就没有 就算它自己放出来 都一样可以说没有就没有了 那你想想 刚刚有一只高冬尼缩程1650 让海高飞缩车1200 那你跟不了 放不到前些 就已经不是那只马 那你说它是没有潜质 也都不是 所以要衡量一下这些其他东西 开心好友 我觉得状态好的 八卦上一次在闸里面 又搞搞阵 有时那些马它可以 就突然之间变 一扎了尼 有新鲜感 撲一声 它放在前面走 一放不到 它不喜欢吃泥 以前它泥地可以的 但是 我今天突然之间不喜欢吃泥 那你也没办法的 这些是很难计数 初出的马 其实我觉得那只八号的起迎于心 其实这只马也不差 长远就当然是狗 无敌精英这些马 其他就临场再看 第五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 天竹猫肺是沙拉 势力硬 这些马暂时比较新一些 就狀元及帝上阵 初出上到名 不过暂时未赢到马 另外还有一批多利多 也都上阵的 也未有什么成绩交出 势力硬 服役的时候 它成绩挺好的 在欧洲那边的短途不错 赢过六场头马 全部都赢1200米 在2015年的时候 赢过两项的两岁马一级赛 那两项就是法国莫里大赛 和英国的中央公园 都赢1200米 至于天竹猫的母系 曾经在澳洲赢过四场赛事 就在瑟尼那边 在玫瑰江 肯德百里马场都赢过 另外就去到 赫斯百里马场 高斌谷那些 香川马场也赢过 四次赢马 都是赢1200米的赛事 但是它在三级赛事上名 武闪家族的近代成员 就有一批国王路翼 新加坡跑得不错 由1200米赢到2000米 其他的成员就短途马比较多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天竹猫看来会是比较早熟的短途马 天竹猫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曾经参加过一次试集 试集那次跑第二 在金柏拉马尝试 同时试集的第一第三名马 暂时两批都未赢 反而跑第三名那批曾经上名 喜迎于心的份是Outreach 这次马暂时来说 数目比较少 不过会赢马 当家精神 当家信心 两批当家都跑得好 另外新来那批进天市 阵上也算是有些接近过的走势 Outreach 自己如果算血线 他就随时尽善进尾的指示 服役的时候他没有赢过马 曾经在一场1100米的赛事上名 但那场赛事因为三级赛 所以成为了总马 至于喜迎于心的母系 Hurraking Sky 的女儿 没有上过阵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短途马比较多 个别有些跑到1400米或1600米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批喜迎于心看来会是这些比较早熟的短途马 喜迎于心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参加过一次试集 试集一次就赢了 同一个试集的马 有些在当地都赢了马 文家梁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职马有1匹 那匹就是必长性 无敌精英的Fascinto 希腊小岛 这系马近季来香港展示的数目 比较少了 但之前也挺多 南庄家宝退役 另外现在跑的是非凡才子 高班也会赢 另外还有多支多财爱马剑 这系马来到香港的马 其实虽然数目不多 但大部分都有成绩交出 而希腊小岛自己的服役时 最高竞赛成就就赢了二级赛 鼓活、庆典一里錦标 今次无敌精英的母系 在纽西兰赢过两场赛事 赢了1600米 无线交易的其他成员 有暴风俠和新疆房 两匹马来过香港 都赢了马 赢了1400米、1600米 而其他成员 很多都是跑中距离赛比较好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群无敌精英看上 全熟之后应该是中距离马 无敌精英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苏利云训练的马 试集两次都赢了 同时是试集的马 不单有很多都赢了马 有些跑到分级赛都会赢马 苏保罗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表现影真一般 整季一匹都没有 赢的没份上名也没份 但今季跑到现在为止进步了 一出职性马一匹 那匹就是浅多多 东方飞映的符号是阿提舒拉 这系马香港向来数目不多 但交到成绩的不少 今季幸运有利就赢了两场马 另外福朵、红尊、勇士 这些马都会赢马或是接近的 这系马整体来到香港 不错 想着会辞熟一点点 但很多来到香港 初期都交到表现 而且有机会 跑下可以漫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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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家族的成员 短途马比较多 个边有些跑到中距离都可以 因为这个母系家族的马 其实很多都是美国马 交沙地、黎地赛好手都不少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东方飞映看来是由短途开始跑的马 跑一下有些机会加赌情 1400米、1600米的赛事 他们有些机会应付得到 黎地赛他能够适应的机会也挺高的 东方飞映来香港之前 是希斯家族训练的马 曾经在维省试过两次集 斯立两次赢了 和他试集的马 有一匹叫做艳艳元帅 来到香港都赢了马 所以他试集水准不错的 大卫希斯上季从临香港 一出即选马多得很紧要 有7匹那么多 他们就是人和家兴 危多福 包装太保 皆运才 齐心同行家应精神 和肥仔聂聂聂的 今季跑到今为止 初出即选马已有两匹 他们就是紧张大师 和王者精心 而初出上名的马 亦有两匹 他们是接运人及草上飞